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何医师 那这一次的影片呢 我们想要介绍的是有关于幼厨的胃养 那本篇影片呢 会比较偏重于在我们剪刀 呃 年轻宝宝的时候 我们特别会做的一些小细节 那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可以看到桌上这三尊 假妈妈 为什么会要有假妈妈呢 其实幼厨他们在喂食的过程中 尤其是像宏亲的 那我们会希望在我们的胃养过程中 不要导致他会有附属亲人的行为 对 那我们同时也会希望说 藉由假妈妈可以让他放下戒心 因为我们遇到大部分的幼厨宝宝宝们 其实真的对于人的喂食是非常的抗拒 甚至巨食的 所以我们会用假妈妈可以让他放下警戒心 然后对于我们公食的时候呢 是会比较能够容易接受的 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喂食 那这基本上就有点像布偶的概念 那我们在喂食的时候呢 呃 这是一个可以进入的手套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夹子 放进去 然后 利用这边小嘴会 整个开口 然后就加起我们的肉 去喂食我们的小妞 哇啦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手套 连脚脚都帮你做好了 然后我们之后呢 喂食的方式 就可以 以我们 呃 蠱鸟在前 然后我们 放置这个假妈妈在我们的前面 那我们在喂食的时候 透过靠近蠱鸟是 咱呆 第一个小妞 吃剩一个小妞 的小妞 就加一大小妞 后呢 一下子 再找一大小妞 其中够 再找一大小妞 再找一小妞 就加一大小妞 卡 从来 关于幼鼠的部分呢 我们也想要带入一些事情想要向大家宣导 那一般来说 幼鼠如果被发现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易的去介入幼鼠的救伤 因为其实如果是健康的个体 大部分的青鸟都是会把它带回家的 所以我们建议民众 若是真的发现幼鼠的话 第一时间我们先观察 它周边的环境是否安全 半天甚至是一天的时间 观察是否青鸟有去带回 假如真的真的花了一天的时间 都没有看到青鸟把小鸟带回家 我们可以再考虑送去相关的单位安置他们 我们下来梳子的小鸟